来,放松,人往后退 OK,好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记得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影片也要开始咯 哈喽,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我是非常怕痛 也非常怕别人碰我的身体的人 但是最近我 我在家里弄东西 我拉伤了我的背 所以今天来找莫根老师来救我 嗨 嗨 来,拯救一下 老师拜托你 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了 痛成这样 嗯,对 你是做哪些动作吗? 会痛 基本上只要是有动到的会痛 所以你现在背这样夹起来会痛 就会痛 然后坐着也会痛 躺着也会痛 哇 那你现在可以手抬起来 这边啊,这边最主要 现在两颗子通药 所以我活动力比较好一点点了 但是这样还是会有点痛痛 那是有一点点感觉 啊,了解 那这样其实很有可能是他肌肉有点拉伤 然后筋膜有点粘连在一起 所以一拉牵扯到他就会有疼痛感 嗯,那里面一定是有发炎 所以才会有疼痛 好,那我就先 不会很剧烈的crack 只会就是以舒缓的方法为主 对,因为他现在肌肉非常 可能就是比较急性的发炎啦 对,所以不能用那么大的动作来去修复 好,这拜托老师了 好,OK 好,那我们先Pot 那我等等先用筋膜刀帮你放松一下 那你那个筋膜 因为拉伤之后筋膜一定会纠结在一起 对,为了让他修复 所以会一拉就会觉得很紧绷 然后肌肉就会疼痛 所以我先用筋膜刀放松之后呢 等一下也会拔罐 然后去帮他辅助他小眼 这边嘛,对不对 对,OK 这边是这个范围 好,没问题 OK 这个范围让我这边要拉起来 没问题 对 哇 你这是贴药布吗 没有洗干净吗 这边 应该是过敏 没有,是过敏 对,应该贴太久 过敏 因为整个阔背肌一定是有拉伤 所以从这边一路往上 阔背肌是从这边一路这样子到这边的 所以你是痛这边嘛 对 所以就是很明显是阔背肌来拉伤 所以先用筋膜刀帮你放松一下 有点像刮痧那种 对对对 把筋膜纠结在一起的地方 先刮痢 那活动做好 这是人体的保护机制 当我们肌肉受伤之后呢 为了不要让它再去火 呃,过度的延展 让撕裂的情况更严重 对,所以它筋膜会纠结在那个受伤的地方 让它比较不会被拉开 就会有时间修复 这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对 然后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 安妮安她平常也是 这边是拱得很 也是很驮背啦 驮背啊 对啊,我承认 也是很驮背 对,所以 你当你这样子驮背的时候 肌肉一直呈现很紧绷的情况 你在突然被一个力拉扯就拉上来 但如果你是没有驮背 肌肉是有弹性的 就比较不会拉伤 对 所以平常的姿势的维持也是很重要的 她就不能驮背 对 不能驮背 妈妈好辛苦的 两个小孩 很难不驮背 要好好对妈妈 哇,她的剪头 好乖啊,好可爱 诶,那我这样压她会痛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嗯 会是发炎吗 诶,通常拉伤之后一定会发炎 因为发炎就是代表我们人在修复嘛 对吧 像我们发烧就是发炎嘛 对啊 然后这样才会修复 那为什么要 就是 要透过筋膜刀 为什么 好 再一次 为什么要透过筋膜刀把纠结筋膜 呃,放松开来 明明她是在保护她的肌肉嘛 最主要是因为 这样子刮开来之后 下面的循环会比较好 然后下面的循环会比较好 所以修复的速度会比较快 对,最主要是因为这样 下方就直接过来这边 刚也是偏拍照片 那个眼镜 有点眼泪 会动作 嗯 不太能动作 所以现在是一动就会痛 基本上换姿势都会痛 把一些拍照的姿势都会痛 哇,那真的影响很大 对一个模特儿来说 现在挂这边会痛吗 是蛮有感觉的 蛮有酸痛感 OK 其实蛮明显 她筋膜就是纠结在这边 对 所以不是下 不只是下背的痛 对 不只是 没错 因为她是整个连上来的 对吧 肌肉是整个长 长上来的 尤其是你手一抬起来 这边一拉开 这边在 就会牵动到那边 就会一起痛 最近拉伤的 嗯 前几天 前几天 所以现在是急性型 所以那个疼痛感是会最明显 所以现在来 帮她放松的话 她的修复会更快 刮出来的颜色 会比较深 对 刮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深 对 其他刮都淡淡的 没错 蛮明显的 所以这个拉伤是拉 侧边这一条 哦这个好紧哦 对 这边 嗯 还可以买 要松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一段肌肉拉伤 一牵扯倒下来 对 然后疼痛点 就会在那边 对啊 请问有什么样的感觉 有什么样的感觉 不知道是感动还是怎么样 就是有点想要掉眼泪了 还是觉得自己很可怜 还是觉得自己很笨 把自己弄成那样子 哭了要哭了 哭了要哭了 太感动了 哭哭 好 那你现在 就是再这样拉扯 我拉扯好 我帮你伸展一下 你应该会觉得没那么痛 我怕啊 没有没有 你就这只手帮我自己就好 那一只 对对对对 对 好 我轻轻地往上戴哦 会痛吗 还没 只是没那么痛 好像比较不痛了 再来要预防它 再次二度拉伤 所以要 让它的活动度 关节活动度变好 因为它现在胸椎卡在这边 会影响到它肩胛果活动度 进而让它那个 那个 扩背期一直过度的拉扯 对 所以我现在要 让它的胸椎活动度比较好 OK 然后我们现在手往 放屁股旁边 非常非常非常紧张 OK 那你最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怕什么 就是怕 蜘蛛吗 哦 蟑螂 蟑螂 好 来 继续 图 图 帮我 对 再吸 图 没错 OK 好 练习结束 再吸 图 很痛吗 没有 我怕 怕而已 但是不太会痛 对不对 不会痛 刚才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 好 吸 涂 涂 可以 好 来 吸 涂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淋 我們這邊夾一下 這邊是凹下去的 然後這邊是會頂出來的 正常這邊不應該那麼凸出來 所以我等一下會用拉的幫你把它延展開來 這邊壓起來肌肉比較軟 柔軟許多 就沒有那麼緊繃 所以就不會那麼疼痛 好啦,把毛巾放在你最有問題的地方 是這裡的啦 對,放輕鬆 人往後躺 對,沒錯 嘴巴張開 還好嗎? 還好 還好,OK 因為你剛才用力的是再一次 太騙了 你剛才撐了一下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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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放鬆 人往後躺 OK 好 還好 還好 不會痛嗎? 不會 不會 不會痛啊 就是緊張而已 那你也感到很大一聲那個 卡一下齁 對,就是把它拉開來 所以現在這邊壓起來 沒那麼痛 這邊壓起來都柔軟多了 對 那這樣子就好了 OK 謝謝萬根老師 不會 不客氣 好多了 沒有,這樣夾起來沒那麼痛了吧 對 然後感覺好像可以活動 對 那不然原本拉不太開 拉不太開 什麼姿勢都會痛 連睡覺都會痛 對 就是筋膜的問題 OK 謝謝 不會 不客氣 其實前幾天我真的是還蠻慘的 就屁股不能走在椅子上 然後我自己拿那個水回要倒水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的 非常的疼痛 那現在做完之後 我屁股可以終於坐在沙發上了 覺得非常開心 非常感動 今天非常感謝摩根老師 那大家記得要出一個摩根老師的IG還有Youtube 我現在做附件已經一天了 覺得好感動 可以坐在自己的沙發上 比較沒有再痛了 覺得非常的開心 晚上也終於有一夜好眠了 其實原本我是非常非常怕去做這樣子的那種 推拿嘛 也可以算是推拿吧 因為我其實我是非常不喜歡陌生人碰我身體 所以算是突破了我的手勢圈了 然後我就說還好還好 摩根老師願意幫我 我真的非常感謝他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哦 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大家喜歡的話 拜託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看到更多我的生活日常 記得要追蹤我的IG 謝謝大家 訂閱 按讚 按讚 我們按讚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